照美國持續升級影響 外資不斷的減碼臺股 資金不斷撤離 十六號臺幣連續四天貶值 對美元匯率受債三十一點二九三元 重貶一點六三角 續創三年多來的新低 外匯分析師就認為三十一元 將是新常態 而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魏燦文他就強調 今年第四季到明年 訂單的能見度不佳 希望臺幣能貶到三十二塊 就出口拉近日圓的距離 所有機械產業的製造商 都希望最少能夠貶到三十二 對我們來講 才比較更有競爭心 臺幣扁破三十一塊還不夠 機械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魏燦文強調 機械產業出口競爭對手國日本 日圓兌美元的匯率 已經扁破一百四十元 臺灣製造的工具機賣不動 悲觀地認為 今年第四季到明年 訂單能見度不佳 日幣貶值的跡象 跟大陸市場的萎縮漸漸明顯化 希望寄託在美國市場 能夠持續成長 第三季 第四季 跟明年第一季都不會太樂觀 希望持平不要萎縮太多 台幣連續四天貶值 十六號台幣對美元的匯率 一開盤就貶值兩分 盤中最低一度來到三十一點三六元 貶二點三角 不過中廠央行進場調節收在三十一點二九三元 再重扁一點六三角 續創三年多來新低 外匯分析師認為 為了就出口不排除台幣還會繼續扁 貨幣進扁的一個結果 如果我們扁的沒有比別人兇的話 那我們的出口要被提振是很困難 全球資金抽離往美國流動的一個現象 黑洞效應 全球的這個金融市場來講 並不是一件好事情 九月二十二號美國聯準會即將升息 外界預測升三到四碼 美元將持續走強 在央行升息力道不足下 台幣將繼續走弱 分析師認為 只要美國繼續升息 台幣不排除 年底前可能漸到三十二塊 甚至三十三塊 屆時國內的輸入性通膨 恐怕還會再升高 就出口還是就內需 恐陷入兩難 記者黃磊 吳家寶 台幣東